记者无配话台北报道,华硕在今年6月的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发表其下手款电竞手机ROG Phone,因为规格顶天,采用2.96级赫兹的高通S845处理器,8GB记忆体,受到瞩目,等了好几个月, 业者终于在官方粉丝团预告9月在台上市,详细贩售时间和价格很快就会揭晓,台湾是全球第一个手卖国家,自由时报记者取得ROG Phone上市全配版本,再次先快速简易开箱,ROG Phone有海量配件,为了方便玩家收纳和趴趴走, 全配版本以行李箱包装,打开后就会看见手机和各式扩充配件,ROG Phone正面是6寸2160x1080, A Mode萤幕,第六代康宁大猩猩玻璃,支援HDR,机杯利用不对称线条,并以大片玻璃搭配金属,来展现科技感, 上透的ROG图腾可自行更改灯光颜色,十分酷炫,机身左侧加入连接布,除了用来连接配件,一边充电玩游戏时不会被线路干扰妨碍, 手机侧边一加入触控感应功能,例如右侧模拟类似游戏手把的L、R操控键, 玩载车,射击游戏时更具趣味电竞手机和电竞笔电一样注重散热, ROG Phone的散热板面积几乎跟手机一样大,显微石墨板材质,散热效能增近60% 透过外挂式风扇Aero Active,更能帮助降低手机温度,把手放在风扇前,真的能感受到微风 此外,大量的扩充配件,又让ROG Phone噱头十足,除了外挂风扇Aero Active, 还涵盖了游戏控制器Gamavis,双荧幕机做TwinViewDock,桌上游戏机做Mobile Desktop Dock, 无线投影机做Wii Geek Dock以及Type C5合一扩充底座等 华硕电竞手机ROG Phone,官方粉丝团预告9月在台上市,详细资讯很快公布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正面是6荧幕,采用第6代康宁大猩猩玻璃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全配版采用行李箱包装收纳 记者无配画设,打开行李箱,就会看见华硕ROG Phone手机和各式配件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背面以大片玻璃搭配金属设计 透过外挂风扇Aero Active可帮助散热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手机侧面加入连接部 一边充电玩游戏时不会被线路干扰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搭配游戏控制器Gamavis 玩游戏更好操控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的双萤幕机做TwinViewDock 二个萤幕能独立运作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侧边加入触控感应功能 模拟类似游戏手把的L、R操控键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的桌上游戏机做Mobile Desktop Dock 可延伸手机游戏画面到桌机 记者无配画设,华硕ROG Phone推出无线投影机做VGeekDock 能将手机画面无线传输到大荧幕 记者无配画设